台湾新冠肺炎本土确诊案例是大爆发 因为大量轻症或者无症状者必须送至防疫旅馆或是集中检疫所 急需要医护监测照看 因此台北市长柯文哲特别发出了退休医护的征召令 希望提升医疗的能量共同打赢这场战役 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确诊人数暴增 台北市长柯文哲担心医护人力不足 特别发出征召令 号召退休医护人员重新训练一周 随即奔赴前线支援防疫旅馆的监测照护工作 现在国家需要你们来到防疫前线作战 主要是要用在防疫旅馆 检疫所的一些病人的监看 不论是快筛或PCR阳性 重症者会移转到专责医院治疗 其他则是送到集中检疫所或大型防疫旅馆 大约10天后等病毒量减少就能出院 但因为现在阳性者很多 每天增加100床 之前训练的医护人员不够 所以需要再增加 我们号召我们所有的一个退职 或是退休离职的护理人员 来参加我们这个一个防疫的工作 这是我们护理人员的一个天旨 我们希望用我们的爱来打败一个病毒 柯文哲表示不见得100%都会征用 但至少保持手头上有人可以调度 随着疫情变化 需要多少人力还是未知数 因此希望各界先报名 接受训练后随时备用 记者游祥婷台北采访报道 因应疫情增温 台北市除了向退休医护发动征召 另外市长柯文哲也发布了行政命令 向区域及以上的医院 征用专责的病房或提供支援医护人力 另外还征调民营的巴士成立专责的运输团队 负责再送大量的确诊患者维持医疗量能 眼看确诊人数不断增加 台北市政府改变防疫战略 要征用区域及以上医院病房 以急性一般病床数十分之一为目标 规划为专责病房使用 要求医院一周内向卫生局提出规划方案 每间医院原本有报备防疫病房数量 但都有在使用 如今因为疫情变化太快 北市府除了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清空 还成立专责运输团队 协助载运确诊者前往防疫旅馆和医院 如果按照之前报准的防疫病房的床位来使用 有几个不合理的地方 第一点是它的床位数不够 因为如果现在病人这么多不够 第二点有些医院你知道 它只有三床或四床 那个没有达到经济规模 也不太符合 所以我们这次修改命令你知道 至于不到经济规模 无法成立专责病房的医院 市府则规划支援医护人力到检疫所或防疫旅馆 以维持医疗量能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 疫情升温民生以及防疫物资需求量大增 北市罚务局和定型减署 就来合作前往北市连锁卖场进行访查 如果有囤积或是轰台防疫物资的不效业者 也将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以及新台币五百万元以下的罚金 严重杜绝不当的行为 阿公阿嬷到超市卖场采买 生鲜鱼肉蔬菜水果样样都有 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民众防疫与民生物资需求大增加 因此台北市法务局与台北市地检署 市林地检署等单位合作 扩大茶器烘台物资情况 泡面类的商品缺货的状况比较严重 再来就是罐头以及卫生纸 也有比较缺货的状况 画面上一张张的照片 就是从5月15号起 法务局消保官陆续到好市多 加勒福全联爱买以及大润发 针对民生以及防疫物资供需及贩售情形 进行访查 希望杜绝囤积以及轰台物价的情况 民众如果有相关的具体试证 也欢迎跟各检调单位 卫生机关或是利用 法务局提醒 如果发现有囤积或轰台 各式防疫物资价格的业者 将与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 以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第12条规定 初一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金 希望杜绝不肖业者滥发防疫财 接下来的报道 疫情严峻防疫工作 也必须要持续进行双北 学生停课到5月底 6月初就要复学 北市议员就接获民众的诚情 担心孩子复学后 用餐时没有隔板 为此教育局表示 各层级学校去年都已经协助采购 如果还有需要 可以再新编列 双北市政府在5月17号上午 抢在中央前宣布 高中值以下停课到5月28号 有家长担心子女6月初复学后的用餐安全 台北市议员王宏威认为 教育局应该提前应应 订购用餐隔板 比如说用二杯金或者防疫的这些准备金 能够让孩子们在复学 就是在这一波的全面停课之后 他们回到校园 至少能够让家长安心 让孩子得到比较好的防护 王宏威接获民众陈勤 表示台北市的国小以及公司立幼儿园 并不是每一所学校都有用餐隔板 可能会成为防疫上的隐忧 目前高雄市以及新竹市都已经着手进行 因此希望北市府也能够跟进 编列经费购置 对此教育局表示 考量幼儿园孩童的身高 与国小学生不同 去年已经采购瓦楞隔板 再加上国中会考时 所用的隔板都还能够沿用 至于各校如果还有需求 教育局也会编列预算 继续采购提供 确保学生们的防疫安全 记得长得话 产本报道 刑事局破获黑班成员诈骗的案件 嫌犯专找当年红源集团吸金诈骗案 被害人来下手 缓称投资人有优先成购 零股塔位的权利 可以帮忙寻找买家转卖进行诈骗 非法获利获得超过了2000元 其中一名被害人损失高达1700多万 各式骨灰坛摆满桌 一旁还有交战守折和点超机 以天道蒙太阳会成员 省性男子为首的零股塔诈骗集团 利用多年前发生了红源集团吸金案 进行诈骗 向被害人谎称公司要补偿投资人 有优先存购零股塔位的权利 而且可以帮忙找买家 被害人汇款后发现对方失联 才惊觉再次受骗 刑事局缤纷多路在基隆和双北地区逮捕包含 省性男子在内共6名嫌犯 经过调查发现 诈骗集团从去年5月到现在 非法获利超过2000万元 其中一名家住台北的公务员 损失金额就高达1700多万 现场控查后 省性犯嫌等6人 并查扣诈骑的工作机 诈骑的笔电 叫占守折监视器 那全案迅后依违反诈骑 及组织犯罪条例等罪权 以后台湾台北地方警察署 证判 警方表示零固塔投资诈骗 是嫌犯官用伎俩 民众如果有买卖需求 还是要循正常管道 不要因为贪图获利 反而血本无归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简单行杀 阿嬷就好 有 如果可以有手机的话就更好了 什么都不可以 给你新增行动电话认证 很方便 本人申请的门号就可以 多元凭证省时省力 全民一起安心报税 阿嬷 在偷看情书哈 七岁有失算通知之物 我知道 而且今年五月报税 好像比较省咯 没不对 基本生活会调高 有点省咯 统一失算内容 都有很多凶税方案给你算咯 这么多管道 实在太感谢了 我四人政府做买 就不要跟你说一句道歉 好 聪明报税省荷包 快速编利没烦恼 手的巧劲 让我伪装切球 反手划拍 拔得头筹 今年 你也可以运用 灵活的手 手机报税 连上网站后 登入方式三选一 填完资料 确认税额 就可以直接缴税或退税 符合相关资格的朋友们 还不赶快动起来 手机报税新上路 一直搞定 好快速 5月报税季来临 今年新增手机报税服务 首先准备手机及认证证件 在手机报税网页按下我要报税 身份认证成功后 就可以进行报税咯 今年的报税期 直到5月31日 建议您提早完成报税作业 免费咨询专线 0800-000321 全台进入第三集警戒 民众出门时都必须要佩戴口罩 可是人是有少数人不肯戴 甚至不听劝导 新北市新电区公所和警察局就来合作 针对人潮密集的街道和区域 特别是传统视察进行联合机查 宣导民众佩戴口罩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的健康 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新北市在进入第三集警戒之后 依规定民众出门一定要佩戴口罩 的确多数民众在外都乖乖戴起了口罩 但仍有少数民众不戴口罩 甚至不听劝告 为了保障市民的健康 遏止隐形感染者传染风险 新电区公所也由区长朱思荣亲自带队 从5月17号起与警方等单位合作 针对人潮密集地区 特别是传统市场等地方 进行联合机查 宣导民众戴口罩 公所在17号开始 已经每天排定六组人员 在各个人员密集聚集的地方进行宣导 那17号陆陆续续进行包括上午下午晚上 那在18号的时候由于17号是周一 通常市长传统市场是修饰 所以我们市府这边也是排定我们29区 包括新电区这一边进行整个市场 还有传统摊机场的宣导 新电区公所表示 联合机查工作会持续进行到5月28号 将陆续针对辖内人潮较多路段 及区域共24处持续进行防疫机查工作 劝导民众与摊商依规定戴口罩 同时遵守相关防疫措施 也呼吁民众戴口罩可以保护自己 并且保护别人 希望大家一起齐心防疫 记者陈小弹采访报道 市值区公所为配合新北市政府扩大执法 副区长林明玲和辖区议员局 在19号来到例行和林森的传统市场来视察 确保采买的民众和摊商都有戴好口罩 而林森市场自治会也统一进出口 做好实联制的登记 万全的把关就是希望保障周围里民们的健康 在疫情严峻的时刻 新北市扩大执法查契违规 截至5月18号 已取缔了200多件为佩戴口罩而被罚款的例子 大多为外出买菜购物 骑车为佩戴口罩的民众 19日系指区公所由副区长带队 来到横科的例行市场视察 以扩音器提醒民众误轻视防疫的重要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西指区公所的副区长 我带领我们这里两位里长 横科里的里长 还有我们东市里的里长 一起来为各位市民朋友 请你们在这么严峻的疫情 必须要配合史业的政策 你们必须戴上口罩 以免被开罚 尽量采取外带 保持社交距离 然后去餐厅吃饭 一定要采取食联制 谢谢大家的配偶 祝大家平安健康 现在疫情非常的紧绷 所以系指区公所 动员了各客室 上上下下的人力 出来各个市场 做宣导的工作 我们会同当地的里长 还有警察同仁 然后一起出来 为市民朋友做宣导 尤其是戴口罩 没有戴口罩的话 就会被警察开罚 3000到1万5 小吃店或者餐饮店的话 我们就会一定严格要求 要采取食联制 梅花座或者社交距离 尤其尽量以外带为主 那在这边宣导市民朋友 希望大家要配合市府的政策 然后让我们的疫情稳定下来 好不好拜托一下 我们知道 为了你的健康 你一定要戴口罩 在宣导途中 一行人就有遇到口罩 戴在下巴的骑车民众 透过副局长善意的提醒 让民众意识到 可能会吃上罚款的严重性 共同配合防疫 才能免于成为病毒传播的破口 而这次公所也巡视 国道桥下的林森市场 虽然人潮较不拥挤 但市场自治会已安排好 两体温石联制的动线 让民众采买更安心 这个疫情的严峻 希望民众来这边消费 这是我们有实名制 还有一定要戴口罩 市场每天都有定期的消毒 以清洁 我们是采单一出口 就是旁边都封起来 就是希望消费者 右边进 左边出 这段期间就希望大家配合 为了本身的安全 一些摊贩 也是以外带为主 所以说为了安全 大家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谢谢副局长 来到这里跟我们关心 现在疫情严峻 我们一定要顾好自己 也要顾好别人 这样是互相的 市场的人都很骗额 我们都谢谢市场的人 每日人潮群聚来到市场采买 不但可能将感染源 传播至周围里民 民众更可能在采买后 将病毒带回住家附近 因此市场的小吃店都鼓励外带 或者加装隔板及实联制 保障自身安全 也请民众采买期间 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外出随时佩戴好口罩 才能保护自己与身边亲友 记者上欧文细致采访报导 林口公有市场落实防疫措施 采买民众从进门戴口罩 量额温以及实联制外 市场的动线也采单一出入口 以便做好有效防疫 为维护你我的健康安全 也请民众共体时间 配合相关的防疫规定 因应疫情 林口公有市场落实防疫措施 智治会长游素贞指出 摊伤进场均先测量额温消毒 佩戴口罩后才能进场贩售 同时民众若要进入市场采买 一律采石联制 并有专人把守 为民众量额温 摊伤本身就会先量体温 然后先消毒以后再进场 然后我们请民众也 实联制签名再进场 加消毒量体温才进场 这样保护我们也保护 大家的安全 会提供给民众一个 良好安全的采买环境 从进门戴口罩 量额温以及实联制外 市场动线也做了规划 采单一出入口 以便做好有效防疫 然后我们收好了 收摊了以后 我们还会再消毒 然后外面都全部都消毒 每个摊位都消毒以后 才退场 会长游素贞表示 市场营业时间结束时 各摊商都会自主性的 将摊位及周遭环境 进行消毒后才会离开 领口公有市场 会持续加强防疫 作为以维护民众健康安全 也请采买民众 共体时间配合相关防疫规定 记者胡宇轩领口采访报道 疫情很严峻 民众纷纷把外食改代成外代 免于外食所产生的传播风险 在万里区归宏 渔夫市及海鲜的熟食区 也大受影响 全部的熟食摊商 干脆团结来抗疫 全部都选择修摊部营业 希望透过团结来对抗疫情 恢复以往的生活和生机 为了有效防堵疫情 万里区归后渔夫市及 要团结来抗疫 针对熟食区的部分 原本都设立了隔板 并且采取梅花座的方式进行 不过经过几天的防疫工作 越来越多熟食区的摊商 自主选择休息 更出现了熟食区全体摊商 休摊的情景 要团结对抗疫情 希望能够快速地恢复 以往的生活与生机 那我自己也到各餐厅 跟我们的渔乎市局去看了一下 那渔乎市局现在它42摊里面 其实它只有一摊生食三摊 一摊生食三摊的熟食 那几乎也差不多有百分之90 都自动停止营运 现在我们熟食区今天都自主休息 因为疫情有点升温的那个 大家都自主休息的比较多 那生食呢 生食今天有开两摊 有两摊开摊 影响很大 当然是影响很大 还是希望防疫优先 当然当然 把这个疫情赶快过了 大家也比较安心 来到贵后渔夫市集 可以见到人潮不复遗忘 熟食区的摊商各个都关闭了 内用区空无一人连灯都不需要开 完全没有营业的痕迹 而火海鲜摊商的部分也只剩两三摊 还硬撑着营业 生意也大受疫情人潮瑞见的影响 所以这几天下来生意怎么样 算了 会会啊 就还勉强都可以 还可以打平吗 对啊 这两天都还好 那我们有东西很多不卖又不行 火海鲜摊商无奈表示 还有不少活鱼被累 以及高档的龙虾海战车没有卖掉 关门不卖就要赔钱 开门做生意也是冷冷清清 每天营业额刚好打平就算很幸运 不过现在也只能期待大家一起把防疫工作都做好 让疫情赶快过去 如此预夫市集的摊商才有恢复生计的可能 即将平衡万里采访报道 本日子在公布 本日子这次很高 来期待 主任 有广队看 有广队看 在全国的封股 对 在每年 政府为了帮助减轻照顾负担 入住立案机构有补助哦 您已申请了吗 赶快提醒亲友 由入住这些类型立案机构90天以上 并符合纳税状况就可以申请咯 请于110年3月2日之前 减付相关文件及申请书 向机构所在地县市政府申请 更多资讯可上卫生福利部 长照专区查询及下载申请书 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才 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车怎么开的 急痕痕喔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患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激震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化已等就对啦 新北市现在是目前防疫非常重点的区域 为降低新冠肺炎疫情所传播的风险 在新北市淡水驱公所 不仅是实施了实名制 为了确保每位来到市民联合服务大楼的民众足迹 是可以被追踪的 必须填写资料才可以进入 而所有市民联合服务中心的单位 现在都在一楼服务 帮民众来掐公 全国疫情出现多处的本土感染案例 而目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将防疫等级升到三级 而新北市也是防疫非常重点的区域 为了降低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风险 在新北市淡水驱公所 不仅是实施实名制 为了确保每一位来到市民联合服务大楼的民众 足迹都可以追踪 必须填写资料才可以进入 而所有市民联合服务中心的单位 都会全部移置到一楼服务民众洽工 肺炎的疫情非常严重 那我们在洽工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保护洽工的民众 也保护我们服务的同仁 新北市我们市民服务中心 这边联合办公的部分 我们全部都移到一楼 那所以说有包括地震 税圈清洁队 公所还有北海社服务等等 有五个单位 我们都在一楼为社服务台来服务大家 所以请大家不要走上一楼以上 来做洽工 而且我们相关也会管制 那如果有任何的需要服务 在一楼我们会得到最好的服务 在这边还是来呼吁大家 区长表示日前除了整栋市民联合服务中心大楼 进行大消毒作业之外 为了确保环境不被感染 公所的员工也都进行分区分流 异地办公作业 此外市民联合服务中心有七个行政单位 目前都在一楼大厅设立服务据点 民众不用上楼 在一楼就可以掐工 我们设在一楼办公的用意最主要的就是避免我们相关的 假设有这样的传染源 带到各个楼层去 因为如果说你带到相关的楼层相关单位去 那个单位就整个都要隔离了 那所以反而不能服务更多的人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区隔 让民众都在一楼来办公 那获得同仁的安全能够获得保障 然后也希望都也让民众能够很快的获得服务 淡水市民联合服务大楼 所有的单位都在一楼 为的就是要确保万一有病毒 不会在大楼里面乱窜 除了护证在二楼 有手扶梯可以直接上楼之外 其余都在一楼为民众服务 而民众也可以在一楼或二楼中活动 去证也要呼吁 来到公所或者是大楼 任何单位洽工的民众 都必须配合防疫规范 一起做好防疫 度过这个艰难时刻 记者许多安音 那去赛访报道 目前进驻新北市新店行政园区的 五个公家机关 共同在一楼和三楼联合设置民众洽工区 有各机关派员到洽工区 来受领民众的审办业务 彻底执行洽工和办公区分流管制 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持续延烧 目前进驻新店行政园区的 五个公家机关 包括了新店区公所 护镇 地震 新店竞争所 与国税局 共同在一楼与三楼 联合设置民众洽工区 由各机关派员到洽工区 受领民众申办业务 彻底执行洽工与办公区分流管制 减少民众不必要的接触 有关公所 然后还有地震事务所 以及国税局的业务 会经由首扶梯直接上到三楼 那地震事务 护镇事务所 以及税监区间处的业务 会在我们行政员区的一楼 同时在联合洽工区 也采取严格防疫措施 并且设有户外等待区 及室内等待区 进行人数控管 相关的管制措施 包括量体温 实名制 还有等待区 是设在我们一楼的户外 通风的场所 那室内的相关的等待区 办理的等待区 也依照防疫社交距离的规定 都有设好足够距离的座位 先前区长朱瑟隆表示 工作部分也从18号起 起地异地办公 确保防疫期间各项业务不中断 因应疫情的关系 区公所的办公人员 也已经启动了 分区办公的模式 在区公所的同仁 除了在新店行政园区 这边办公之外 部分的同仁也已经转移到 民族路上的大峰社福馆 进行办公 另外也提醒民众 如果有事要洽办 尽可能以电话先行联络 了解是否可延期 或是改以网络等线上方式办理 减少外出机会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日前疫情指挥中心公布 金山区确诊一例 造成北海岸唯一一处裁检站 台大医院金山分院 年日涌进了超过剪彩量能的民众 对此金山区公所 金山卫生所和台大医院 金山分院共同紧急呼吁 无接触时活动时的民众 就没有必要来筛建 这个月18号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公布金山区确诊一例 造成北海岸唯一一处的裁检站 台大医院金山分院 一连多天涌进超过 裁检量能的人数 有许多的民众 甚至不是被匡列的接触 或是相关活动史对象 出现医疗能量被滥用的情形 为此金山区公所 金山卫生所 以及台大医院金山分院 也共同紧急呼吁 没有接触时活动时 并且没有症状的民众 就没有筛检的必要 金山分院现在确实 前往裁检的民众 都有陆续涌入的情况 那分院长也有 跟我们这边做一些呼吁 其实您只要是 接到卫生单位的通知 裁检通知的人 才去进行裁检即可 不要因为这个恐慌不安 而前往去裁检 就卫生单位所掌握的疫调 在认定确诊之前 就已经严格要求自主隔离 因此所有的接触室 活动室以及接触者 都经卫生单位 疫调并陆续通知被匡列者 应该要到院来裁检 不过近来却因为恐慌 造成有民众 没有接到卫生单位通知 就自行跑去要求裁检的情形 已经造成医疗资源不足 更加是排挤到 真正需要裁检民众的名额 因此若是未被匡列的民众 就不要再前往经医裁检 避免滥用医疗资源 因为您没有受到通知 代表您非属于具体接触 也非有这个症状 活动时的这种高风险的对象 所以只需要自我注意健康状况 如有不是才进行检查即可 如果没有接到通知 反而现在前往裁检地区 这样人潮拥挤的情况 反而是将自己健康的身体 暴露在高风险危险的场域 此外针对裁检站的清销 清洁队更是每日都安排前往消毒 为此金山巨长也呼吁民众 不要恐慌要相信医疗 卫生单位的专业 若是未接到通知 而自行前往排队裁检 反而是让自己身处 人满为患的高风险环境 为被匡列的民众 只要做好防疫 并且自我健康监测即可 要把医疗的量能留给真正需要的人 记者要平函 金山采访报导 全台升级第三级防疫警戒 外出时民众一定得要全层戴口罩 来看住在新庄的一位 李明很遵循里长的防疫宣导 还戴上两个口罩来双层防护 加强保护自身的安全 第三级防疫警戒 市府规定包括外出时的民众 一定要全程佩戴口罩 而住在新庄区有位李明就表示 他不仅严格遵守里长的防疫宣导 而且每次出门都会戴上两个口罩 加强保护自己的健康 我们李明每天都有宣导戴口罩 因为戴口罩才会防护 我自己都有戴两层保护自己 这次的疫情很严重 我们有宣导 请李明一定要戴口罩 我的李明有的甚至有戴两个 这个作为很好 有保护他的健康 疫情急速升温 李明也都知道外出没有戴上口罩 会开罚三千元到一万五千元 当地里长除了贴上告示提醒之外 再次对左邻右舍慎重呼吁 只要外出请全程戴上口罩 做好防疫措施 才不会让荷包大失血 戴口罩 保护自己 如果没有会罚三千 几万五 我会跟我们家的人说 希望李明也可以参与魔法 至于市长有宣布 没有戴口罩的 以律罚三千至一万五 为了你的荷包 为了你的健康 请务必戴口罩 此外行进社区向盗的用路人 都有佩戴口罩保护自身安全 如果没有戴口罩者 将依照传染病防治法 开罚三千元到一万五千元 当事人请自己要负起责任 记者黄又贤行中报导 是什么 我因为放出来好难 你如果没有生意是没求就打到 贴家人 这会有提供整个环道 欢迎时间也会安心报税 淡淡清洗 阿嬷就会笑 如果可以有手机的话就更好了 想法不行 记得新增时都电话认证 很方便 本人申请的门号就可以喔 多元凭证省时省力 全民一起安心报税 阿嬷 再偷看情书喔 十岁有失算通知之物 我知道 而且今年五月报税 好像比较省喔 没错 基本生活会调高 有点省喔 统一失算内容 都有很多凶税恩怀 给你算喔 这么多管道 实在太感谢了 我四人政府做买 就不要跟你说一句道歉 好 好嘛 聪明报税省荷包 快速便利没烦恼 世界越来越快 他们却越来越慢 思考慢了 岁月也慢了 他们越来越远 在一百万次的拥抱中 彼此的生命变得不一样 每月一二五零就能帮助一位老宝贝 华山基金会邀你一起 拥抱老宝贝 拉近新距离 五月报税季来临 今年新增手机报税服务 首先准备手机及认证证件 在手机报税网页按下我要报税 身份认证成功后 就可以进行报税咯 今年的报税期直到五月三十一日 建议您提早完成报税作业 免费咨询专线 0800-000321 防疫事同作战 你我人人有则 尤其在疫情升温的同时 第一线工作同仁更应该要保护自己 像是清洁队员和基层远警 还是得要执行勤务 为了保护这些劳苦功高的无名英雄 新北市议员黄桂兰 特别准备了防疫物资 送给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虽然疫情严峻 可生活人士得照常运作 像清洁队员和警员 还是得要执行勤务 而为了保护这些劳苦功高的无名英雄 新北市议员黄桂兰 特别准备了防疫物资 送给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每一个人也是很担心 他们自己面对民众 他们的安全 所以可是又不能不工作 那要工作又很担心 不是担心他个人 也担心整个家庭 他们也担心说 带着续菌病毒回去怎么办 所以我这几天就一直想 想办法去找一些护目照 然后送一百个护脸罩 希望支持我们的清洁队员 加油 不管是防疫面罩或是护目镜 都是预防人和人近身接触时的 飞沫传染 所以对于每天必须和民众接触的远景 或是清洁队员而言 这些防疫物资真是及时欲 很感谢议员 在我们刚好这个疫情严禁的时候 即使送上了这样子 很好的一个大的礼物 那在增加这个护目镜的时候 除了保护我们的眼睛灰墨的 那个喷洒到传染到的部分 然后再来面罩的部分 它的换围整个脸部 等于说我们的上 我们的整个上半部都已经有做到防火 在第一线碰到比如说我们取替口罩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取替口罩的时候 当然就没戴口罩 对话没戴口罩 对话没戴口罩 我们戴口罩以后 加这个防护面罩 它的这个飞沫 口沫等等这些 就不会直接面对到我们同仁的 多一层的保护 皮肤啦 或者是嘴巴啦 等等这些都多一层保护 但帮助很大 我们非常谢谢黄议员 协助我们第一线的同仁 我们今天会马上把这个 这两百个发到我们第一线同仁去执勤 防疫事同作战 你我人人有责 尤其在疫情升温的同时 大家更应该谨守情消毒 维持友善距离 才能牺手度过这艰困的防疫阶段 保障你我的身体健康 赞从分极 赞 加油 记者黄亚兰 姜炳章采访报道 受到疫情的影响 市议员蔡淑军服务处 即日起到28号为止 将原本晚上8点的服务时间更改到晚上6点 而每周日到周五晚上的免费法律执行服务也暂停服务了 受到疫情影响市议员蔡淑军服务处即日起到28号 将原服务时间到晚上8点 更改为到晚上6点 未避免民众错过时间 服务处也特别公告 疫情进入第三级 所以服务处也做了一些因应的措施 也就是在礼拜二到礼拜五的法律咨询 现在就暂时取消到5月28号 那也从今天开始 我们服务处的营业时间 原本到8点 也改成到6点 那希望各位乡亲 如果有什么事情 可以用电话上网 或者是用任何的线上服务 我们都会愿意为您做一些及时的处理 蔡淑军议员表示 每周二至周五晚上的免费法律咨询 同样因疫情关系 将暂停至28日后 再开放服务 敬请相亲见谅 那也拜托大家一定要戴口罩 然后请洗手 酒精不离手 那这样子呢 那我们一起能够度过 这一个最非常严峻的时期 再次呼吁我各位乡亲好朋友 真的没有事情 不要到处趴趴走 假设您不得已需要离开家里 那走出去 请您一定要戴口罩 拜托您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您周边的人 蔡淑军议员表示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做了一些调整 但乡亲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透过电话或网络方式 向服务处 陈勤或询问 都会有专人 及时为您处理 记者胡宇轩领口 采访报道 原本在今年6月14号 及15号端午节两天 来举行的淡水 大拜拜 不过因新冠肺炎疫情 在国内本土确诊爆声 因此日前庙方也决定 今年的绕境活动取消 新北市淡水区 清水沿祖寺庙延续 百年的淡水大拜拜 原本在今年6月14 以及15端午节两天 来举办 不过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在国内本土确诊爆声 因此日前庙方也决定 今年的绕境活动取消 主委表示配合政府防疫 加上疫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因此经过委员会开会决定 大拜拜绕境停办 我们今年的绕境 本来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车油 第二个版本就是配合政府 刚好政府已经宣布 全省绕境停止活动 我们经过委员会 跟组长的开会 前处无意义通过停办 今年的状况是这样 主委表示过去每年 是淡水最盛大的年度宗教活动 但是也因为每次举办 淡水都涌入两三万人以上聚集 甚至都会封街办理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避免人潮聚集成为防疫破口 庙方开会决议取消绕境活动 就连现在主师庙都禁止民众进入 只开大门 让信众在外头参拜 这个仪式本来我们去年 先的交互车 本来是要交后 但是它来不及 可能我们平常有歌仔戏 还有一些信众来参拜的一些礼品 我们会造堂举行 但是我们庙内的管制 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有的情聚问题距离等等 都会控制的 向政府所配合的方案在做 我们现在关起来 只有大门有开 但是要在大门外参拜 去年主师庙遥禁 也是因为碰上了疫情 百年来首次取消遥禁 而今年更需二度停办 而庙方表示 今年清水盐主师圣诞当天 只会在庙里面举办 精简的祈福仪式 不开放信众参加 只有工作人员 及法会的相关人员 也希望可以一同祈求老祖 消瘟减灾 记者许端一 带去采访报报答 瑞芳区喉童矿工文史馆 今年透过东北角 及宜兰海岸风景管理处的 大东北角观光圈 产业行硕执行案 获得经费将原本 二楼露天的廊道 假设雨泽 而老矿工们也激发创意 找回老手艺 以石木在雨泽棚下 打造独一无二的天空模拟坑道 瑞芳区喉童矿工文史馆 由一群退休老矿工们一手经营 在他们眼中 这里是卖命一辈子的地方 从原本即将荒废的建筑 到现在一步一步将设施齐全 让游客能安全舒适的免费参观 这样的目标 获得东北角风管处的支持 以大东北角观光圈产业行硕执行案 补助老矿工们改善两栋展馆之间的 空中廊道环境 完成他们的理想 本来这个步道吹风 下雨要雨淋然后日晒的 我们就想尽办法买一些材料把它做起来 现在游客来了 第一个不用淋雨 不用晒到太阳 那第二个我们多一个休闲场所 那第三个我们模拟坑道做出来 又多一个展示场所 这些就是我们以前在矿坑里面做的技术 大家现在很久没用了 都开始把旧家伙 骨骼西塔都拿出来 这个支撑是有一个技术的 比如说那个木头的卡榫一定要接好 然后那个四点金要固定好 然后这个做好了 虽然在天空步道 但是很牢固的 你摇也摇不动 我们做得非常扎实 我们山上山自己的 我们自己种的自己砍的 一根树木要扛了 一个托钟头才扛下来的 相当辛苦 矿工们习惯自己自足 从山上两人一组搬木材下来 原本放在展馆中的旧工具 也派上用场 利用斧头 锯子切割出卡榫 在由钩钉固定支撑 衔接的部分 老矿工们费力搭出 一个个摸字形后 还剩两侧及天井的柴架要完成 因为遇上疫情升温 文石馆配合新北市政府 暂时修管 老矿工们仍戴好口罩 并于19日正式将天空模拟坑道完工 大家将钉档拿掉的当下 近视矿工手艺展现的成就感 我们配合新北市政府防疫期间 目前是修管 然后开放以后 我们就新的亮点 我们都是戴口罩 大家在工作 希望疫情赶快结束 游客来这边参观了新的亮点 目前猴童地区包括 矿工纪念馆 轰杀室 愿景馆等公有馆设都已暂停对外开放 而猴童矿工文石馆也将配合市府防疫政策 说开放才能对外展览 目前天空模拟坑道 除了有矿工纯手工的看点外 将来也会以坑道历史照片进行布置 让这里成为馆内充满矿工回忆的小天地 记者肖浩文 瑞芳采访报导 接下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 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关心新北市的天气 最近这几天都有午后雷震雨发生 请大家遇到午后雷震雨能避就避 台湾这边还是受到整个偏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大致上我们又开始高温起来了 但是靠山区或是我们东南区这边 例如说新店三峡地区还是有些午后雷震雨发展 希望他多下在集水区 什么这个翡翠水库的集水区 不然的话我们压力还是蛮大的 虽然新北市没有这种限水的压力 但是希望多一点雨水能够支援别的县市 大致上整个封面又开始北台了 所以我们这边其实吹的偏南风 但是还是有点水气 所以在北部还有南部都有一些午后热对流发展起来 整个新北市呢是最多的地方啦 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还是有一些 预计呢 这个 这两天三天都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 在这个新北市市区发展 但是预计的是五六日这三天会比较多 接下来的慢慢北台就稍微少一点点啦 所以预计呢这个520这天其实礼拜 4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午后雷震雨 有没有看到这个就午后雷震雨 其实大致上呢都在这个飞丘水库的 山区喔这雪山山脉的山区还是有一些 那预计呢礼拜五的时候也是有一点点 等于是每天到 中午的时候就涨起来 然后下午的时候就雨很多 然后大概一个多小时就下完了就走了 所以大概一个小时内 所以请大家遇到这种 1.5这样的路段 两币就币 这种塞北 两币就币啦 所以这几天大概都有一点点在这个靠山区会发生所以我们这个新 北市来说的话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都有点午后雷震雨但是 都是 看三边是会比较多啦有时候就移过来像今天在中和就 这个午后雷震雨就蛮多了所以但是这几天显著的会偏热一点点 请大家多注意 那防疫期间呢请大家多注意喔因为 新北市呢是第三集的警戒的准则 外出要强制 全程戴口罩喔 这个市长的脸书都有交代喔请大家特别注意 那新北市呢 稽查人员 已经有很多人喔 呃发现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 呃拒绝改善者 将拍照存证马上开跑 新台币3000元至15000元 罚款 所以请大家不要开玩笑 防疫的情况下大家一起做到 一起呢赶快让这个疫情赶快退散 这个要靠大家每个一起来做 才有办法 以上是今天的新北市气象 我们明天见 新闻的最后关心各地有什么活动讯息 同时感谢你的收看 按יסfera 优优独播剧场——聊 gummy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